哇 当我们的尖叫声从主会场来到了互动区的时候 就知道大家最喜欢的TFBOYS来了 欢迎你们 哈喽 哇 好有礼貌 来 先给我们芒果TV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都是你们的粉丝 芒果TV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TFBOYS 给大家拜年了 哇 现场的朋友们都非常的激动 来 我们保持秩序 来慢慢地跟他们进行访问 那首先呢 我的这个手上已经拿到了网友们的提问 非常的多 一个一个来 第一个 三位偶像不仅仅是唱跳俱佳 而且呢还是学霸 所以想问一下 咨询一下 你们是怎么样协调工作和学习的关系的 其实我们平常训练都是在周末或者寒假 暑假会集训多一点 可能上学的时候还是上学就不会变动 或者说可能会有一些活动也会请假一些什么 然后活动完了再回学校再去把那些落下的课给补上了 哦 是这样子协调时间的 劳逸结合 那第二个是一个小请求 粉丝说能不能为众多的四野草们做一个卖萌可爱的十连拍 十连拍会不会太多 可以吗 好 要不然五连拍吧 好不好 我做个主信仰一下他们 好 五连拍 做个五连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一 一 可以开始了 来 三 二 一开始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哇 好萌啊 我现场已经萌化了一半了 我估计我这个电脑前面的网友们也已经快支持不住了 那接下来的问题是想问一下 千千 千千最近学习怎么样 那有没有 最近学习还挺忙的 还挺忙的 对 然后寒夏就是写作业嘛 挺多的作业 有没有每天坚持喝牛奶这是什么问题 对 我们三个现在吃饭特别多 哦 吃饭特别多 没有 我不是特别多 因为我觉得可能吃多了会胀的慌 那你们的工作强度其实也挺强的 什么时候能回家跟爸爸妈妈一起过年呢 过年应该明天就回回家过年了 那接下来一个问题是要问千禧的 千禧的新年愿望是什么 那吉他 钢琴 打鼓这些才艺都练得非常好 然后希望可以以后多展示一下 哦 好吧 新年愿望是什么 就是新年愿望是 能跟家人一起多待 然后这方面还会继续做下去 变得更好 哦 好孝顺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是问小凯的 粉丝说每次看到小凯 不管是彩排还是正式的表演 都非常的认真 可以说是一丝不苟 让小螃蟹们看得都非常的感动 而且也挺心疼的 所以想问问你做到这些的动力是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们三个都其实在彩排或者都挺认真的嘛 因为还是想给大家展示最好的一面嘛 就是说可能现在我们会有实力不足 那是我们尽可能会做到最好吧 哦 那最后一个问题是问三位的 嘿 这个问题还挺普遍的 过年要拿红包 红包是自己拿还是给家长 就是红包的话家长会给一些零花钱 啊 红包会给家长收走 我一般就是 我妈 我妈会拿一部分我也会拿一部分 都是乖宝宝 好了 接下来时间交给非常非常粉丝的弃者们 来 这位先 三小鸡 你们好 想问一下今年暑假打算怎么过呀 哦 寒假 对不起 寒假应该就是会集训吧 因为还有就是活动会有一些 然后大部分时间会集训 会准备新的一些作品 寒假的话就是回家陪父母亲人过年多吃然后多睡 身体好一点 寒假就是练习 然后写寒假作业 因为刚刚好那个主持人问到了红包的问题 因为你们现在就是 就是过年的时候是你给爸妈发红包 还是爸妈给你们发 这个问题问得好 到目前为止都是我爸妈给我发红包 然后今年应该也是吧 对 就是这样 也是 就是接下来的就是 接下来的时间就是你们的重心到底是会放在音乐这条路上 还是说会转移到别的上面 比如说拍电影啊什么之类的 可能我们会涉及一部分 但是可能重心还是会在唱跳性这方面 好的 谢谢 那我相信他们对于大家来说不仅仅是偶像更多的是榜样 好 接下来这位朋友 首先祝三位弟弟那个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刚刚在那舞台也看到了你们带来了不一样的演出 特别好看 所以我想问一下新的一年吗 有没有就是会带给我们新的一些突破和表演 然后我听说你们也也在准备新专辑 所以有没有一些突破或者表现可以给我们介绍 这次新的一张单曲会会跟之前活活开了会有一些不同吧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 就是变得更暖一些然后挺甜蜜的 然后突破可能会三个会在舞蹈方面或者唱功方面也会更加去努力去学一些 就是可能技巧就是唱歌的一些技巧吧 然后刚刚前面问了红包嘛 我知道三位都是特别喜欢吃 对吃很有兴趣 所以正好这边是两位重庆的 这个也是湖南的 我想问一下这几天有没有好好的吃湖南菜呢 这几天的话因为昨天才到湖南海牌 所以比较忙就没机会 但是明天上午的话可以吃 那话可以吃夜宵 吃得开心玩得愉快 谢谢 谢谢 好 这边这位朋友 谢谢 哇 大家我觉得都是粉丝 不是不是 好着急的样子 三小只那个小联夜快乐 首先祝你们新年快乐 然后我有两个问题想要问一下 就是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记得有 是今年吧还是什么时候的一个中秋晚会 你们也来这个湖南卫视参加过 当时也有韩国的组合是EXO过来了 那这一次的春晚也有韩国的组合 CN Blue也过来了 但是在你们跟这个两个不同的组合相比的时候 我感觉你们的粉丝和人气要压过他们的韩国的组合 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的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EXO的哥哥好还是CN Blue的哥哥好 就是我们的前辈就是会是我们学习的一种目标 因为他们的实力确实比我们会好一点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向他们看齐一点 对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开始我们有就是来的路上有看见我们的会场的周边 非常非常多你们的粉丝已经包围了整个会场 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横幅还有一些拉起来了 然后有一个最夸张的是开了一辆车过来 一辆车一整面的这个车LED的大屏里面全是你们的节目在放 所以我不知道对于这么这么热情的粉丝 你们有些什么样的话想对他们说 然后你觉得粉丝的这种行为你们你们是赞同的吗 或者是说你们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想法 谢谢 其实我觉得要说的话就是大多都会是感谢的话 就是可能他们很喜欢我们就是说 我们就是也非常感谢他们也很感动 就是他们这么喜欢我们 当然我们也会把自己就是成长 然后实力变得更好这一面展现给他们看 就是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喜欢我们下去 然后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多学习 就是或者多在家 就不用太就是太大张扬的会来到这种现场 可能我们会觉得 对受宠若寂 那其实可能有些朋友会不了解他们的人会好奇 为什么那么多人支持他们喜欢TFBOYS 我想那在看完今天的访问以后 大家一定知道答案了 因为他们谦虚低调 而且浑身充满正能量 好 还有哪位朋友要提问 我想问一下就是 现在放寒假吗 不知道三位期末考试成绩出来吗 考得怎么样啊 可以稍微的汇报一下 不用说得很详细了 三位都说一下吧 我的话最近就是因为 缺课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多 但是很好的就是我成绩是有进步的 对因为因为我们现在也分科了嘛 所以自己选的那科的成绩应该还是比之前会进步了一些 因为上学期就是因为活动 然后也拉了一些课 然后成绩就不是特别理想 然后就是听说那个一阳签计好像下学期 就是初三要考试了 然后行程上面会有影响吗 就是到下学期一年后 就是会尽量安排少一些 但是还会有一点 好谢谢 好谢谢 谢谢TFBOYS 我知道粉丝跟你们有十年之约 期待你们带来更好的作品 好谢谢 陪伴着你们成长 加油 谢谢 新年快乐 谢谢 拜拜 谢谢 哇 我知道可能现在粉丝会特别的舍不得 真的是三个充满了正能量的大男孩 谢谢他们